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29日 已經是星期二 星期一 大陸的大規模反清零抗議運動 進入第3天 現在變成 白紙革命 在星期一 即是28日晚 在北京上海 沒有了大型的群眾聚集 因為 當地政府已經強硬的清場 而且周圍也是棄門警察 當然啦 我覺得 大陸的示威者 或者大陸的朋友 他們是 學了香港的抗爭方式 Be Water 看到 敵盡我退吧 你那麼多人那麼大馬 我們就先退一退 而且 星期一 因為星期六日有空 星期一要上班 跟香港也差不多 避你一避 不過 杭州 再次有市民上街 但是最終 我們會看到 警察也是去清場 星期一晚上 網上傳出多條片 我們也有播出 因為有當地的朋友 發給我們 在杭州西湖旁邊 商業的旅遊休閒區 一個很大的大型的商場廣場 叫做 杭州湖濱 銀泰 77 又有部分市民 在商場附近抗議 一段時間 有警察立即來鎮壓 市民被抓 當然很多年輕人 市民也有人聚集在這裡 喊放人 結果更加多人被抓了 這些場面 其實跟香港很相似 可以說幾乎是在複製香港 其實 西湖旁邊 星期日晚已經有 抗議活動 到星期一 更加多人去 因為現場有大量警察戒備 但是 仍然無阻市民 表達訴求的議員 當地 我們會看到很多人舉起白紙面對警察 也有人反對清零風空 最終 到了午夜凌晨的時候 警察就進去清場 抓了很多人 我們後面收到 在江蘇的 徐州 有大量的軍車 坦克車 以及裝甲車 是去經過徐州的市區 不知道是要增援還是有甚麼部署 或者是 遲緩 上海 寧波 杭州 溫州 蘇州 等等的地方 現在暫時未知 估計 各地也會有零星的抗議 不過 踏入 現在 一至五 可能 人數會比較少 接下來星期五六日 估計 人數會比較多 這一次 我覺得 內地很多朋友 看了香港的情況 複製 香港 當時的時代革命 好了 當時的時代革命 亦都是 有段時間就會出來 不定時 亦都是 會在不同的地方出現 務求使得公安無法即時鎮壓 我覺得這是好的 最重要是 持續 持續 因為你沒有可能限制人群出街 除非 接下來中共 就會有一個很極端的措施 就是把這些人全部封控 到底會不會 我們也不能夠百分百保證 美國的 大使館 向 當地的 在中國的美國人發警告 說接下來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封控 因為防止人們出街 其實跟香港一樣 香港的時代革命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疫情 使得人們封在家 不准出街 如果 大陸現在因為 抗議的問題 我覺得絕對有理由相信他也會搞封控 因為 如果你真的要 找 武力清場 很暴力的鏡頭被人拍到 其實因為每個人都有手機 當你秘密被人拍下的時候 就很糟糕了 索性 封了你在家 不讓你出街 然後 上門 拘捕 為什麼有人會問 為什麼選擇在夜晚呢 因為大陸周圍都是 那些攝影機 監控的攝影機 他們就知道夜晚 相對那些攝影機的功能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漂亮 到了晚上認人方面就沒有那麼容易 加上每個人都戴口罩 他們 沒有那麼容易被人認出 所以他們是選擇在夜晚活動的 我們其實看到 早兩天 搞得很晚 搞到凌晨三四點 北京那個亮馬橋 搞到凌晨三點九個字 我看直播看到三點九個字 之後到了四點差不多散了 這次 我覺得 不會那麼短時間就會被中共收皮 其實 可能還會遲了一段時間 當然 這些雪球越滾越大 當中共 無憾 現在一班 出來抗爭的年青人也好 或者其他中國人 他們一定會越來越生氣 因為大家都明白 三年封控了 我們 連外國人是甚麼都忘記了 我們被封在家 怎麼再接受外國勢力的資助 外國勢力如何聯絡我們 你們又有金盾工程 你們四處都有監控 是不是 哪裡有外國勢力聯絡到我們 你們不知道 是不是亂說 會令到更加多人生氣 所以 這一場 是不能收貨的 現在 我們會看到 上海和北京 傳出 公安在周圍搜 在交通工具 在公共場所 搜尋人家的手機 打開手機之後 就會看看有沒有安裝 Twitter YouTube 甚至是抖音 當然Facebook也是 總之你任何裝這些 就會被人警告 叫你即時刪除 還會寫下你的名字 記錄下你的 抄名 可能 將來會去 清算 又或者 可能每一兩天 公安上門 因為你能抄名就有你身份證 就知道你居住在哪裏 然後公安可能兩天之後就上去 突擊看看你有沒有裝法 如果裝法就糟糕了 所以 我們也是奉勸 各位 可能真的 抗爭的可能就是要準備兩部手機 或者是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 他們會捉一些 下載翻牆軟件的人 說一句消息給大家聽 我們在 廣東省的其中一位探子 是我們的探子 就是因為 是翻牆被 拉去坐牢 坐了一年半的監 最近才放了監 所以 大陸 那個 那個 抗爭 其實是真是 條路很難走 所以我們作為我們在海外 我們安全的地方 能夠做的事 我們第一 不想他們有事 所有報料人 身份我們都保密 我們不想他出事 第二 我們是除了他希望安全 我們也想 盡量將我們 收到的資訊發放給 全世界聽 當然主要是大陸 讓他們的其他人看到 他們 當然 他們自己也會很聰明 他們也會在安全的情況下翻牆 當然不會在警察旁邊翻牆 他們 看到 如果翻牆看到我們的 資訊 可能會更多了解外面 我們也 現在 找了專人去做這個字幕 我們的節目 盡量 我們也會配上字幕 因為很多網友 尤其是內地網友 他們很想看我們的節目 但是聽不明白 這個廣東話 所以我們會 加強我們的字幕 盡量去做到每一節 跟中國有關 或者說國情 或者說抗爭 包括說外國抗爭的歷史 我們也會配上字幕 讓他們更加明白 因為 內地的人 我們當作是一種 我們提供的平台 讓他們方便找一些 抗爭的資訊 包括外國經驗 他們可能 很想知道 羅馬尼亞是怎樣抗爭的 當時怎樣推倒壽西斯股 這個柏林圍牆是如何倒下的 因為 內地找的資訊 有不多不少 可能會被扭曲了 當然 我們也盡量找多點真相 盡量找多點有用的資料提供給他們 不過 現在的大陸 當然不能夠完全用回八九年 因為有網友跟我們討論 可不可以 好像 參考回八九年 當年八九年 鄧小平準備了超過一個月才會鎮壓 但是現在的情況下 我們判斷他們不會公開鎮壓 但是 他們可能會用回香港對付你們示威者的方法 逐個擊破 等你們回家後 之後就上門抓人 所以 手機 你們記住要定期清手機 跟香港的方法一樣 他們屈你就是屈你的手機 說你裏面有敵對的東西 你們清一清手機裏面的東西 可以的話就準備兩部 一部就收藏 當然如果他去你家手房 你也收不起來 就找 安全的地方收藏另一部手機 唯有是這樣吧 否則沒辦法 買一部便宜一點 這件事 我們只能夠告訴大家 只要你現在白紙革命一樣 你拿舉白紙就是 覺得他 他 無論如何也好 都要說少少法律 不能完全不說 說拘捕就拘捕 你找不到甚麼證據 他也沒有辦法鎖你 或是鎖得沒那麼深 當 找不到你手機有甚麼罪證的時候 他就算怎樣鎖也好 可能最多都是 行政拘留 一段時間就放你走 未必就要鎖監 我們也不想 上面抗爭的人有事 因為始終 我們覺得我們都可以幫助他 去推動這件事 尤其是 大陸有很多網友是聽我們的 翻牆聽我們的 我們也不想有事 這一節 暫時我們先說到這裏 最重要是 在大陸的朋友 幫我們做探子的也好 小心 這個很重要的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也是 對 窳